好 給你一個剪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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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여러� It is a flower And you It's only seed It'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dance It's the dream Afraid of waking That never Takes the chance It's the one Who won't be taken Who can Send to give And the soul Afraid of dying That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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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s to live And the soul Yeah Rose Rose 然後他那時期的東西很青澀 但是我又覺得說反而很有那個 怎麼講 那個年紀該有的風格 我其實蠻喜歡的 然後那這次的主題又是失戀 那為什麼會選這一首歌呢? 這一首歌 他在講什麼呢? 老師麻煩幫我們翻譯一下 我覺得他是在講 愛情的大方向 我自己覺得啦 愛情整個大方向 對他沒有針對說OK 我覺得這首歌他並沒有說OK 是我覺得他提出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 例如說 例如說他會覺得愛上玫瑰 然後愛會讓你覺得有的時候會窒息 然後 而是有時候會讓你又會有很甜的那種很美好的部分 嗯 我覺得他是把整個大方向 都寫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他會放在第一個 哦 說吧 嗯 那 那個 那個 那他的那個怎麼講 歌曲上來講的話 你覺得唱起來有什麼特別的情感要詮釋嗎? 所以我說你必須要用什麼樣的心情去詮釋它 嗯 把它詮釋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最近聽 因為我們都會錄Demo嘛 嗯 然後我自己聽 我發現當時你有一些歌你會用的情感比較多一點 對 那這一首就是請問一下 所以我想知道 你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去詮釋這一首歌曲 嗯 對我覺得他會是很青澀 就是但是那種青澀跟你經過了 談過戀愛之後 我覺得那唱出來 或者是 我覺得跟他 我覺得那是人 人生的不同的階段 就是當你還沒有談過戀愛的時候 然後你是對 談戀愛會有很多的美好的幻想 我覺得他要怎麼樣 對 然後 可是我覺得真的談戀愛就不一樣 包括 我不知道你覺得最 欸 我們上次聊過對不對 嗯 就什麼時候開始談戀愛最好 哦 嗯 有嗎 有聊這個嗎 我忘記有沒有問 我沒有聊說 在什麼年紀開始談戀愛 對 沒有深度討論說 什麼年紀適合談戀愛 嗯 哦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我認為 都可以 都可以 我認為都 幼兒園圈圈圈的愛 也可以 可以 我覺得要 我覺得要有 我覺得小時候就要建議一些戀愛觀念 說實在的會 你才會懂得尊重人 天啊 女生會當真耶 啊 那一樣啊 這也是一個過程啊 說實在每個階段 其實大家都會當真啊 嗯 每個階段其實只要是 跟戀愛有關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當真 是嗎 我覺得男生都說說呢 因為我們也會覺得女生都說說啊 我們也會有一些 欸25 25有點 25歲喔 那是我阿嬤房 我跟妳講不行 我跟妳講 妳說這種話其實 搞不好妳大概15歲就開始了 她現在 妳現在大概12歲 12歲 12、13歲 這騙人 25騙人 不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25初戀妳反而會被 忍不住喔 妳反而會被人家認為妳可能 妳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喔 所以我跟妳講 我光是看那個戀愛節目 我不是在看那個雙城公寓嗎 嗯 光是18歲從來沒有談過戀愛的 進去裡面 大家就覺得 欸妳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喔真的嗎 對啊 18歲以前都沒有 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大家就會覺得 嗯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大家就會開始觀察妳 呵呵呵 有什麼問題 25有點太好了 喔給妳寫15來 15可以啊 15可以 來 15好不好 15啊 15剛好 在什麼階段 國高中 升高中 升高中的那個暑假 不行 高中要念書 沒有沒有 妳現在就站在家長的心態 喔對 對妳不要 妳不要站在家長的心態的話 妳就不會這樣想了 妳懂嗎 妳站在自己的心態 妳這樣回想到妳以前的時候 嗯 妳國中升高中的時候 妳國中升高中的時候 至少妳會想 妳會想要 我會想 但是那個很危險 因為 妳會 只要就是對方有出什麼問題 喔喔等一下我會回答 對妳知道妳都會想 一直想 不不不不不 妳剛剛談是戀愛 妳沒有談什麼 妳沒有談戀愛做了哪些事情 妳只談戀愛這個東西 戀愛這東西的話 反而妳 比如我這樣講好了 我在15歲左右的時候 我雖然也沒有戀愛經驗 可是那時候一定會有喜歡的人 對不對 會啊會啊一定會有 然後會有跟他互動 對啊會啊 光那時候我就開始寫歌了 喔真的嗎 妳懂我意思嗎 可是念書又不專心 呵呵呵 好那妳 呵呵呵 好那我跟妳講 那因為妳走的 最後是老師這一條路 可是事實上 多少人之後 是把念書的事情 當作她的職業 喔 妳懂我意思嗎 其實雖然念書很重要 但是事實上 最後達成妳人生的成就 不一定來自己念書 好像是 對而且是 絕大多數的人 嗯 他不是因為 我因為最後念書了 所以我最後人生怎麼樣 多半的人不是啊 多半的人都是 可能就 我高中畢業 高職畢業 或者是我大學隨便念一念 出來之後 我做的是完全不相關的工作 那妳要說念書絕對重要嗎 我最後還是過得很好啊 嗯 所以 我們回歸到戀愛這個東西 在人生站得上 我認為十五歲不錯 好然後那個單聰安問我 我什麼時候戀愛 欸 呵呵 我其實有點晚 我是 高三內尼 高二 高二 所以高二喔 高二是幾歲 十七 我十七 十七 欸欸 打錯了 好答案給妳 我是十七歲 熱力十七歲 對對對 就是高二內尼 然後上一集的時候 大家可以回去看上一集 上一集就講初戀的事情 總之就是在講 十七歲內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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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